這次為什麼會去呢,是因為有人邀請我去採訪探索者 就是這個動畫,認識這樣子的作品 想知道這個作品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像我完全是一張白紙,對這個作品完全是一張白紙的話你會怎麼介紹呢 他是一個叫二平面的那個漫畫家畫的 然後當時這個漫畫家所畫的那個漫畫 他的故事其實是一個很難理解的故事內容 為什麼說他難理解呢,因為他其實在裡面其實很少對話 他其實完全是用畫來描述這個故事 那可能只有到偶爾到比較 很必要的時候他們才會開始有對話 所以往往就是一本一整齊,然後基本上就是沒幾句話 然後 他其實是很風格化,其實他故事是在描述在以後的世界 不知道多久以後的世界 然後整個 整個世界全部都是城市 然後可是這個城市並不是人建造,是那種自動的機器在建造的 然後一直不斷的在增值 可是這些機器呢是允許是 不准看到人是會獵殺的 這漫畫其實一直被認為很難改變 所以他多年來一直同樣沒有人去想 想說要改變 然後可是他最近 Netflix就是 出資 然後請就是說要改這個東西 然後於是呢 他在硬派的 至少就是在 Hotcore界的那個什麼 的一些 的動漫迷當中其實算是一件不小的事情 這部電影啊有點像是 風之谷 然後加上那個 銀翼殺手 然後再加上瘋狂賣死 就是 他其實在講末世的故事 只是這個末世的故事在那個瘋狂賣死可能就是一片沙漠什麼的 可是在日本人 這個世界觀裡面 這個末世其實是一個一直無限增值的城市 那為什麼會無限增值 因為那些機器人類已經控制不了他們 整個人類完全已經斷線 就是無法控制這些機器 然後這個機器呢 會自己生長 會自己 會自己複製 然後會一直不斷的 再加蓋城市 這樣子 然後人類就這樣被搞得快要滅絕 就是幾乎 因為他已經 沒有就是在那些機器人的那個 的那個 檔案裡面他們是沒有 居住許可權的 所以他們會開始獵殺他們 那這些人就這樣子過了千年 就是原來那些人已經 從來都沒有看過 或陽光 或者是傳說中 他們從出生的時候就住在那個廢墟城市裡面 然後一直被獵殺 然後他們也從來都不是不覺得 都市是人類擁有 對 那其實我覺得他這故事其實有一點 很明顯 為什麼會特別 今天想聊日本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題材 其實很 日本 為什麼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題材 我覺得這是一種對都市的一種恐懼才會有這種東西 就像就像那個 瘋狂麥斯 是那個澳洲導演 因為他澳洲的 生活環境 其實就是非常 曠野 非常非常 有他那種情況下生長出來的人 就會想到 這樣的故事 因為瘋狂麥斯那樣子的故事是他們 對於荒野 的那個迷惘 就是我截然一生 然後一個人在 沒有任何人 那個什麼 連結的一個地 一個區域 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日本人來講這個故事是一個城市沙漠 都市叢林有沒有 對我們常常講都市叢林 對 然後 這種感覺我其實我也有過 就是我在工作很辛苦很辛苦的那幾 就可能剛畢業 找工作 剛剛 剛剛好找到工作 然後你在 整個社會環境裡面是最低階的那種 那種 然後有時候工作的很痛 因為沒做媒體真的要做很久 然後回去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 你的朋友其實都很難跟你聯絡 因為你真的工作時間太長 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 我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我雖然住在 充滿人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我是 孤獨一人 其實我那時候的感覺 但是其實這部片 其實有 把這個 他這個 這個作品有把這個議題給傳達出來 為什麼 因為Netflix 開始 就是會有一個計畫 是他開始會 與當地的那個 製片的業者 就是每個國家的 的 就是開始產生 就是開始製作 符合當地觀賞的 的東西 的影視作品 然後並且就會把他推廣到全世界去 因為他在一旦在某個地方上線的 就是 全 全球就都可以看得到 那在這之前日本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幾部那個日劇 然後當然也有動畫 像那個亞人 他有做一部叫亞人的動畫 那也是科幻動畫 然後 這一次就是做那個探索者 但是這幾部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其實 不太像我們平常看到那種 日本的那種電視動畫 因為日本目前的電視動畫還是以2D的那個 畫圖 的那個繪圖 去做 然後 但是 從亞人開始 他們這些 固定合作 那些這間 我這一次去訪問的這間公司 基本上是以全3D為主 那怎麼做呢 他就是人物建模 然後建模然後再用打光的方法去打的比較像 打成那種2D動畫的樣子 那個他們 遊戲界其實常用這招啦 他們發明了一個 一個那個名字叫做 塞洛洛洛 但是其實這不是一個 正確的名詞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沒有出現在 他們其實已經沒有在用塞洛洛這個東西 對 他們其實只是要想要去形容說 他們把 動畫 因為 他們知道說他們在 沒有辦法把他的那個建模 以後的那個材質 做得像 真的 那個成本太高 對 那 所以他們的處理方法就是 退而求其次 因為他們就想到說 動畫 這個東西要 因為動畫的特色是2D的那種感覺 那個光的那個質感 什麼的 他們現在就是把3D 打來當成工具 然後把他做得更像是 2D動畫的樣子 對 那 其實現在看還是有一點 你還是看得出來啦 還是看得出來怪怪的 但是其實已經是一個 這樣子 大量的神功 對 這樣子其實那個後來做出來是 其實他們在目前的日本動畫其實也已經有很多是這樣 會 就算不是完全的3D 他們也會 放一些東西在裡面 像是 就是有一些那個 場景的部分 他可能會直接做一個3D的場景 然後只有把真人 那個人的部分 還是手繪的把它貼上去之類的 對 那 可是這個 這個 特色比較用的比較多的就是 以前那個遊戲動畫 像是北斗無雙啊 鋼彈無雙3 這類的東西 這類的那個遊戲 其實已經 已經是這樣處理了 就是他們在一些過場動畫的時候 因為他們本來 玩遊戲就是已經建好了 遊戲會把一些機器人建的魔杖 然後他們的那個 於是他們的那個 動 他們的那個打光 就會把它露成很像2D動畫的 那個光線 就是 他把一些那個 高反差打打出來 對然後有一邊的光更刻意的變得比較平 好這個這是一件細節 這是這是技術上的細節 但 那這樣的話 其實代表說 日本他們那個 最近這幾年那個 整個動畫製作上面 他們是還是有持續的在想辦法 想辦法把 各種技術 運作層面 來繼續 繼續做改進 一直有 他們一直有 有在 一直都有在做 因為他們的那個手 手工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像1980年那樣 用純手工來做東西 然後再加上電腦動畫 其實可以 幫助他們 就是更有效率 所以其實很多漫畫家 他們其實在畫漫畫的時候 也慢慢的不用手繪 像以前我小的時候 是有網點這種東西 現在幾乎都沒有這種東西 他們其實都是直接從電腦上面直接 把那些那個文錄什麼東西的 把它貼上去 所以一些新生代的漫畫家 其實已經開始 傾向於就是 呃就是直接在線 直接 直接在那個 電腦上面做 對啊 那好 這個這個是後話 對 這個是一千 那 這一間動畫公司之前 就是基本上 他的製作方法 基本上就是完全 存3D在做 他是會把 一個他 他做角色出來 他是會 建好一個魔 然後就是然後再有人 還有一個人會負責大光 然後或者是幫他裝支架 這樣子 做這些事情 然後到最後呢 他把這個人擺到這個場景裡面 然後 讓他讓他做一些演出 這樣子 有點像是太空戰士 那個或是那個 Final Fantasy 那樣子的 的做法 這樣 這其實 這真的是 我們最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打成 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已經形之有年了 那這間公司 那個 就是用3D建模 然後就做出一件特殊的那個 有2D風格的作品 但是你可以發現 Netflix 真的是很喜歡 這樣子的題材 他們真的很喜歡做這類的題材 他們沒有做那種 典型的愛情動畫 或是那種 宅宅取向動畫嗎 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真的是 是非常少 對 這是有可能 也不是他們做 他們只是把他帶進來 目前 目前覺得他們選擇的東西 硬派 熱血的東西 沒有看到什麼 那個什麼 愛的光天使 什麼之類的 沒有看到 我很少最近 不太有看到美少女的 那個 東西 再出現在 裡面 但是 畢竟動 日本動畫還是 很特別 就是他還是 美少女已經是他們的一個固定元素 就是你 你在看這類的東西的時候 你很難沒有看到這種東西 就是像他們 機器人 一定就是 他們的那個漫畫的那個典型 就是一定是有漂亮的女孩子 反正就是你去那個公司 動畫公司嗎 他有帶我們進去看那些那種 建模啊 然後那個 就是 其實也沒 其實 你跟我其實都 可能都覺得這些東西 沒什麼 我們都看過了 就是我們平常工作的環境 也就那樣 對 就是 進去 其實也 我不會 其實我並不會覺得說 別人的 因為其實 我一直 像今年 今年通年少女 跟HBO 有HBO投資 然後反應也不錯 其實我一直想知道說 一部片子用 以純台灣的人 來進行製作 然後以及 有像這樣子外資來進行製作 他在製作上的情況 到底會有什麼差別 就我自己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沒有經歷過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 因為第一個是有外資的 投資進來 所以理論上他應該會派住一個 就是外資的監察者 就是外資的監製 來帶這部片要怎麼拍他的進度是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最關鍵在於這一點說 當你有了外資 然後你有一個外部的監察者進來 他整個影片製作的體制會不會變得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我覺得日本的那個影視產業可能跟台灣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日本的影視產業其實算是 我覺得他們結構算是挺完整 因為他們有一個公與虛的那種 有有需求 所以他們有攻擊 然後這個攻擊 其實是可以養得起 就是他這個需求 尤其這個養得起供給的那個 那個動畫公司 雖然 最近常常有人在講說日本動畫 快要完蛋 就是他們的獲利越來越低 但是 還是比台灣 遠勝台灣的狀態 台灣的一兩家都是養不起的 你只能夠對海外輸出而已 但是日本是國內是有需求 然後海外也有 固定需求 所以他們其實是 OK的 那我目前其實是覺得他們 我自己訪問他的感覺是 他們 可能真的就是不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 因為這間動畫公司 其實 很明顯他有在對國外的 他有在有在對國外輸出那個 側面的消息是 因為他們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這間公司 其實在美國也是有分公司 所以 很多部分可能是美國那邊有 主要是美國那邊在做 然後日本可能是做一些概念的 也就是說他這家公司其實很習慣國際交流 與國際合作 本身的工作體制可能也是比較國際化的 對 反而不一定是日本的 對 但是因為這一次訪問來日本就是很明顯 就是這個東西是 日本的 題材 那所以他們工作環境 應該是以日本為主 可能是比較一些 複雜的一些 動作的調整什麼的 可能就到那個時候 到那個階段的時候才會交去 給那個 美國那邊來做 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主要的那種 概念啊 腳本啊 原話 可能都是在日本那邊完成 那副導演 他又身兼那個特效總監 所以 特效總監本身應該是做那個 就是監督建模之類的 就是 這件工作 那 那本來的導演 會去處理那個劇情的 那個結構 然後 或者是 故事怎麼去 呈現 這樣子 他對 他們的分工就是 導演本身是管故事 跟呈現 然後 副導演管技術層面的 細節 對對對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先看待會兒 我先看待會兒